可是每年過年都 最後那家裡沒事幹 尤其是當爸了以後 你就是老婆吃不下的 現在有小孩子 對 王子 國王吃不完的 通通都是你 就像吸塵器一樣 有標準胖了的那個班長 那當然那邊也有 你不要寂寞 因為那邊也有伴侶 有 看得出來 對對對 蘇醫師 你好 你好 這一位老師他也是耶 一下有壓力 一下沒有壓力 一下壓力好大 胖胖瘦瘦的 是 那佑菊老師你好 對 新美姐好 Jeko 我也是那種壓力胖心 就是過完年 過年就是會想放鬆 就狂吃 然後過完年又有工作壓力 所以我始終就是 新美姐講的 胖 偶爾瘦一下 再胖 這根本看不出來 那有胖嗎 這就遮起來了 這這樣太可惡了吧 這個就像我說的 已經全部超過尺寸了 對 已經超過尺寸了 然後他還穿切割 對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不是穿這樣子 然後我外面再加一個背心 或外套 所以你會以為 只有那一塊 對 就只有這一塊 就切割破壞了 他就胖在哪裡 大家都提供失控照片 他唯一一個是看不出來誰 對啊 露出來是最瘦的地方 手指頭 那麼鮮細 會不會是乙露 或者是那個 藝軒 他們最愛這樣穿搭 對 對 來 請看 小育兒 小育兒 他就是手的 他再胖也不會 又不會怎樣 再胖不可能 對啊 小育兒 你來說說 好 是不是這樣 不是 我跟你說 你說我 我完全覺得你是實胖 我完全反了 就是我的身體怎麼胖 對 我的臉都看起來沒那麼胖 要看到我的臉有這樣的時候 代表我的身體已經很胖了 所以妳這地方其實是因為臉 剛剛把臉遮蓋 所以我們想說 要看什麼在哪裡 就是因為我其實胖到這胖 差不多就是可能就是這 女生很遠 妳反而是下半截 對 然後 它是這裡 中間 對 然後這一截胖完之後 然後它是腰 要很胖之後 它才會 找到這個臉這個地方 然後不然的話 其實平常我穿衣服是可以長 那妳現在是 我現在算是 是最瘦的時候 沒有到最瘦 但是燒瘦 燒瘦妳覺得自己最漂亮的是 幾公斤的妳 最漂亮應該是48 可是我現在大概50多 51 然後這個大概50 56 對 56 我165公分 對 妳有胖到56喔 我胖過58 還有更胖的時候 好 請坐 歡迎妳來 怎麼吃的呢 怎麼會胖成這樣 第一個真的說不過去 它可有沒胖啊 有 妳看不出來耶 妳知道妳說 我真的有胖 妳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想說 過年的時候其實吃很多 我其實本身是一個食量很大的人 我可以一餐吃 40顆水餃 喔 40顆 對 一餐 我是那種飽 但是我還想吃 我就會一直吃一直吃 停不下來的人 然後像我年中秋節也會什麼 人家送一盒蛋黃酥 我就是一邊看電視 一邊吃一邊吃一邊吃 然後突然就沒了 一盒18顆的蛋黃酥 就被我吃光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自己呢 就是過年的時候 就不可能放過 過年的美食 然後因為我有一年 其實就是大概去年的時候 我那個照片就是去年的時候 大概二三月的時候吧 因為我 剛好接到一個電影 然後我在裡面演孕婦 那孕婦呢 大概八九個月大地 對 所以 為藝術犧牲 你知道我 那三個月 每天就帶著一個 那個假的 那個大的矽膠肚子 然後你就帶著 然後你就想說 我帶著肚子耶 所以 所以你的肚子可以很 放肆的放鬆 所以我的便當 都因為吃光光 據說那一部戲 最後一個禮拜 道具組都不用帶假肚子 就一起來越大越 對 然後我今天有帶來一個 就是我年糕的特別吃法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會胖 是因為呢 我這個裡面 除了炸年糕之外 來 吃吃看 等一下 我也要一個啦 你也要 你笑回來耶 謝謝 我跟妳說 這是韓式海苔 你喜歡對不對 你剛剛搶的 我有看到 這韓式海苔嗎 因為這個裡面是 年糕包烏魚子 烏魚子 對 烏魚子耶 對 沒有 這個是剛剛 那個請工作人員幫我用的 可是平常在家裡面就是 烤油喔 那時候他們用那個 朝鮮海苔 所以會有麻油 其實如果你是用 一般沒有調味的海苔 你裡面沾一點日式醬油 然後把烏魚子包在一起 有烏魚子耶 對 我跟你講 這樣子一吃 你可以吃十幾二十個 好吃耶 好吃的 是不是 它其實就是 如果你剛烤好 它會軟軟的 然後配上烏魚子很香 然後加上海苔 是乾 乾的時候包 有 可以感覺到 因為冷的時候也是不錯吃 熱的就好 對 過年就一定要吃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會胖了 太多 其實五公斤 去年是胖五公斤 五公斤是我 應該是說我那時候 就是量體重的時候 因為我後來我就放棄 我就不敢量了 因為我覺得太可怕了 因為已經 就是已經顯現在你臉上的時候 你就知道大概就是你胖了 你就不用再去量體重了這樣子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後來就有用一個那個 就是減肥法 二三一斷食級 對 番茄汁 番茄汁其實就是 每天喝290ml的番茄汁 就是你可以三餐正常 但是你只要多加一個撇布 就是你在你一天中 喝290ml的番茄汁 然後你大概一兩個月 你就可以 腹部脂肪減少50% 二三一是 對 這是番茄汁 像那個便利商店跟麥當勞 拿著番茄醬 然後套開水 不行 那太鹹了 因為那個是鈉含量太高了 一定要無鹽 無糖的番茄汁這樣子 對 然後我 可是因為 那個必須還是要兩個多月 然後我自己譬如說 如果我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殺青了 然後就要去接一些工作 或上通告 我就希望自己趕快 可以在短時間內回復 我就用二三一斷食法 二三一是什麼呢 二三一就是 二十三個小時不吃 一個小時吃這樣 好低貨 我以為是什麼兩 那種空兩個小時 我也是 我以為是 兩份肉 三份蔬菜 對 一份澱粉 對 之類的 不是 不行吧 好低人喔 可以 可以 沒問題的 就是因為它不是要你長期維持 然後就是可能這樣過個 大概三天 四天 你就會發現 其實自己兩三公斤 就掉下來了 對 而且你知道其實有人說 就是如果一天只吃一餐 其實反而會長瘦 那麻星來 不行啦 不然我問醫師 醫師 你確認他 之前比較有名的是168 對 16 16個小時 對啊 168還合理 這個很普遍 因為我們人類 因為你睡覺就睡 我們的胃腸蠕動 需要十米 所以尤其是胃 尤其是胃 你需要十米進去 來保護你的胃病 如果它二十三小時都沒有吃 沒有東西進去 那胃病的話 胃就會開始分泌胃酸 還有所有的 你胃腸蠕動也會失調 那對於你 整個生理的功能是不健康的 你只有在這一個小時吃 對 不過它這樣的斷食法就是 為了要急速的 很快的減重 對 那當然如果在那兩天之後 你又趕緊的恢復 不然的話你的胃腸 應該是會 對 那個就 我沒辦法就是很長 就是我可能就是會 就是大概三五天的時間 然後讓自己二三一 然後當我感覺自己瘦下來之後 我就會開始可能喝番茄汁啊 或是喝一些 就可以讓我瘦下來的茶 或什麼這樣 就是搭配的使用 就不會一直持續這樣 你再次開始 然後讓我來 進來 一支